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這一條是否要納入公民訴訟的部分 這一條其實在時代力量我們有提出修正動議 但是等一下可能是表決不到的 我們會提出這條修正動議是參考環境基本法第34條的規定 以及空污法第93條 水污法第72條以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54條 都有相關公益訴訟規定的立法例 那我這個提案其實不是憑空想像而來 是在我的選區裡面 我的家鄉後里其實就有未登記的工廠 它是電鍍廠 那常年的污染我們的這個地方 那其實有很多的鄉親一再的檢舉 但是地方政府的一個執法的狀況 其實就是非常的一個消極 那過去呢我想無論是中央跟地方 國民黨過去其實都長期在執政 但是這問題也一直都存在 未登工廠其實也一直都在增加 那這是過去執政者的一個放任 導致有現在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甚至也是放任這些不合法的這個未登工廠繼續的一個新建 那更有現在的首長在公開的場合說 我不會找業者麻煩 我不會找業者麻煩 所以呢我們特別在這一條裡面呢 把這公益訴訟的部分放進來 我想這是一個社會大眾以及我們中央主管機關 共同來監督的一個方式 能更有效的來強化主管機關對於工廠管理的一個程度 那我們也去查了這個司法院的相關統計的一個資訊 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106年第一省事件終結的總共有2928案 其中人民團體提出的有29案 而大約佔了1% 而地方法院的行政訴訟第一省事件終結的有1437案 當中人民團體提出的也只有4案才佔千分之二 所以其實沒有大家所擔心的會發生爛訴的一個問題 這反而是民眾與政府之間彼此互相制衡 共同管理監督的一個機制 因此為了讓地方政府能夠有效的管理跟落實 基於公益的一個部分給予適當的一個壓力 確實有它積極存在的一個意義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個法條裡面 應該要納入公民訴訟的一個內容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來支持 我想大家都說立法從寬執法從嚴 我們今天在這個法案裡面 其實我們也給予了很多的一個放寬跟調整 但是未來我們不希望這一些新建的部分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共同來支持這個公民訴訟的部分 請關閉零委員 請關閉零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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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